交席则是要来关心国民党配合7月28号即将召开的全代会 今天中常会上通过合备高雄市长韩国瑜为选举被提名人 同时也通过了删除总统为当然党主席条款 并且新增了五席县市长主席指定中常委 来巩固党主席吴敦义的领导定位 不过现在蓝营内部有不少人担心 韩国瑜要如何跟其他的阵营磨合呢 尤其有不少的支持者是立拱郭台铭选到底 他的官方账号今天也加入了粉丝后援会 可以说是动作频频 而网红馆长陈之翰则是劝郭台铭持续的行善 陈浅四年之后再来参选 韩国瑜同志来代表我们本党参与中华民国第15任的总统选举 就等7月28号全代会正式提名韩国瑜批2020战袍 但国民党中常会也针对党章修正案做出重大决定 删除总统兼任党主席条款 以及主席可指定五席县市长为中常委 吴敦义顺利巩固主席党内领导地位 掌握党机器 未来要继续带领国民党拼选举 还有中常委提案将其他四位总统初选参选人 郭台铭 朱立伦 周习伟 张亚中列入不分区立委名单 希望能米平党内初选裂痕 不分区的人选这部分可能有赖各界的共识 那怎么样做能够一方面让我们重返执政的道路能够顺利 第二个更重要的是要能够有社会的支持度 要如何让国民党争团结 因为此刻民调结果第二的郭台铭出国散心 预计一两周之后才会回国 但他的脸书账号却突然加入粉丝后援会 这动作让外界充满想象 曾经和郭台铭一起爬山的馆长也替他抱不平 你就是提款机嘛 你就是金主而已嘛 你懂吗 郭台铭只适合当金主 你给钱就好你闭嘴 郭董就是不要生气 不要把身体气坏了 你可以我个人是希望郭董就是曾经个四年 也许2024是你的 不要说金主就是说协助国民党呢 来打赢这个2020的选战 他还一直讲说中华民国要赢嘛 劝禁郭台铭的声音没停过 未来韩国瑜要如何在短时间整合总动员 挑战真的不小 记者燕廷成建国台北长导